家里有绿豆和红豆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清凉解暑的绿豆冰棍 看完了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绿豆提前一个晚上泡好 倒进锅里焖煮半个小时 倒绿豆软烂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把一勺糯米粉和半碗牛奶搅拌均匀倒进去 再加一点糖就更好吃了 最后开小火煮到浓稠的状态 用勺子装进模具里 红豆雪糕和绿豆雪糕是一个做法 装进模具后冷冻过夜就可以吃啦 健康无天家 跟小时候全家都爱吃的绿豆雪糕一个味道